这个女人可太会玩了 身为中州第一女修 近半夜邀请徒弟上山奖励自己 林霄看着眼前宛若游物的美人世尊 不游得在心中一荡 突然萧红灵抬起雪白修长的眉头 足间朝下抵在了自家徒儿的膝盖上 我家乖萧儿快来帮世尊洗脚 林霄一听这话险些当场昏死 你就管这个叫做奖励 世尊您这玩得挺逼替量 林霄顿时话风一转 我与世尊男女受受不轻啊 要知道在原著中 尽管叶晨气韵加身万般装逼爽帅 但萧红灵是唯一一个对她无感的女人 最重要的是这女人性格捉摸不定 若是今晚出了雷区 以这位暴躁仙子的性格后果不堪设想 见林霄推三组刺 萧红灵闷闷不乐地缩回了眉头 真念一动就将手里的酒坛生生灌随 你既然不愿 为何要偷威尸的宾四罗袜 这一刻林霄终于大彻大悟 难怪会觉得这是在奖励我 原来偷丝袜的事情她早就知道了 这一刻林霄也顾不上那么多 静止就将师尊的狱卒抓了过来 真正的大反派一定是能屈能伸 萧红灵顿时满脸侠红美眸上翻 那张漂亮脸蛋上表情已经难以管理了 也就是在这个瞬间 一道声音突然传入脑海 恭喜宿主成功还原人设 获得随机奖励神级按摩术 对异性效果增加300% 林霄顿时愣了一下 不过随即便释然了 毕竟原著中的大师兄 就是这么个逼句货色 与此同时她本能地抬起头 只见自家师尊正一脸满足地看着自己 这时萧红灵缓缓缩回玉腿光速变脸 下个月咱们五脉弟子将一同前往地底建筑 正好你身为神蓝风的大师兄 也是时候拥有自己的本命零件了 林霄点了点头 心里却是泛起了嘀咕 狗作者给所有女主都安排了本命零件 唯独自己这个工具人反派 只有一把普通零件 这剧情是真特么拉不回来了呢 看着爱徒遇见远去的背影 萧红灵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 眼下叶晨被我师兄原意庇护 也是这小子命不该绝 师尊虽已洞悉未来因果 但过程中却有很多地方看不清 只知此人留在青蓝宗必会招来灭顶之灾 日后师尊定当竭尽全力将你培养成一代见底 斩碎天地玄关彻底扭转就是因果 与此同时 一名少女偷偷蹲入了林霄的房间 只见她已靠在床上 小巧精致的鼻尖 秀着关于大师兄的一切 可在她陶醉的意乱情迷时 却没想到自家大师兄 已站在窗外多时 二师妹怕不是人设崩坏这么简单 她这玩得也挺必体的 林霄死来想去 最终还是决定当面 从三师妹口中探知一切 可刚一进门却发现 楚又威正专注地看着刘影时 这一刻纵然是心境沉稳的林霄 也不由得老脸一会儿 这些年她为了严好反派大师兄的人设 经常在几位师妹的澡堂里 林霄的存在 只见她拿起录音樱目欲影像的刘影时 随后手掐发掘打入一道灵面 紧接着刘影时便宛如镜花水月碎裂 若大师兄真有此等爱好 那么也只能看我 楚又威红着脸 浑然不知那个朝思暮想的身影 已然来到自己身后 三师妹你在干什么 林霄酝酿了一番情绪 做出大反派的势头插腰怒斥 少女娇驱一阵回头望去 气氛顿时变得娇着无比